顺逆境 我们来到世上,无论贵贱、男女、老少,都会遇到顺境、逆境。 感觉上,逆境又比顺境来得多很多。 而我们都希望顺境多多,最好不要有逆境。 实际上,这只是一种希望。 而现实中,很难埋怨。 过度希望一切顺利的人,往往也是最容易失望的人。 失望,还会快乐吗? 希望顺境,往往逆境来。 逆境出现,如何收场,就看自己了。 先安住自己的心,不要慌张造乱。 认真的祈求。 祈求自己有慈悲心,看待他人。 祈求自己有智慧,找到妙方。 古得有云。 若是尚可为,云和不欢喜。 若已不济世,忧恼有何意。 这真是太有智慧的话。 如果找到妙方,把逆境解决了,乃至转成顺境了,不但自他高兴,而且更是自己慈悲与智慧进步的现象。 如果逆境转不过来,失败了,也是累积了人生经验,更是更加了解自己的机会。 若是这样,逆境对自己是有恩的。 而逆境的收场变好了。 这样一来,一生中,顺境就真的变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